今次分享一件我叔叔年輕做事時的喬喬 叔叔時是做冷氣的 有次收到order要去西營盤一個堂樓做機 原本約好下午6點去到 誰知之前做事有點棘手搞到遲了一小時 他按下鐘仔有個大約四十多歲的主婦開門 見他遲到當然頂了幾句 進去就見到有兩個主婦和一個老爺坐在梳化 在廳中間還放了一張麻雀桌 剛才的主婦就帶了他入房 就是這部冷氣壞了趕快做 接著他就染房門出廳 那叔叔就趕快做 就在那時他有點覺得不自在 於是轉頭看看 他見到有個六七歲的小妹 雙手抱緊坐在房間角角落 眼神大好奇地看著他 阿叔心想剛才進來不見他 別管了反正都是人家的家 有個小孩有什麼奇怪 接著他就不理他趕快繼續做 大約二十分鐘大叔就弄好機 由於冷氣機的開關就在小妹旁邊 那叔叔就跟他說 妹妹麻煩你走一走開 給叔叔開了冷氣 但是小妹一點反應都沒有 還是雙手抱緊地看著他 叔叔就不理他 直接走到他旁邊開機 見部機穿著他就出廳 說回給老婆聽 老婆見部機弄好就跟他說 師傅你跟著有沒有時間 我們現在三決一 叔叔看一看他們就指著梳化說 你們不是剛剛有四個人嗎 是不是有人不懂得打 那師傅抱回剛才的女孩子 即時打過得 你不是以為妹妹會打麻將嗎 不是呀 你們有四個大人 師傅你亂說什麼 我們這裏只有一個老人家 兩個女人和一個小朋友 就在那時候阿叔就摸一摸大廳塊鏡 有個師傅在法界裡不見了 阿叔立刻嚇到錢都沒有拿 趕快就走了 今次就分享到這裏 下次見 記得訂閱和按鐘仔呀